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重新站起是什么使它用残肢走出了健全的人生 和平年代本期播出永不停息的脚步 各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和平年代 五元二汶川特大地震已经过去三年了 当人们再度来到汶川地震灾区 会发现这个记忆中山河破碎的巴蜀之地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今年的五月十二号 一位在五一二地震中失去了双腿的十四岁女孩 在妈妈的陪同下来到了成都军区总医院 来看望这些帮助她重新站立起来的医生和护士们 女孩名叫黄梅花今年十四岁 是渡江演艺所双语学校的学生 地震中她失去了双腿 经过在成都军区总医院一年多的康复治疗 如今她已经可以借助甲之正常的行走了 今年的五月十二号护士节这一天 她再次回到医院 看望那些曾经帮助过她的护士姐姐们 第一次回急证科 小梅花给护士姐姐们带来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是她牵手用材质折叠的红色机芯和花篮 她很用心地在每一个折纸上写些了祝福的话语 看着眼前这位面带微笑活泼开朗的女孩 护士们又回想起了三年前的那个护士姐 就是在那一天汶川爆发了大地震 因为以前也没经历过地震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急急忙忙的跑到楼下 那会儿楼下大厅啊 那些所有的人都在喊快跑快跑地震了 当时医院里住院的病人有一千多人 医生和护士们的首要任务 是要护送患者离开病房 当确定病房内的病人全部疏散后 他们才能离开摇晃的大楼 刚把这些患者在室外安顿好 那因地震受伤的伤员就被陆续送到了医院 因为当时大家跑出去的时候都很慌乱 因为那课里面的所有的那些器材啊药品啊都没拿出去 看到伤员来了 大家就突然觉得意识到这个东西 这个我们的物品都没有拿出来 那会儿我们课里面的主任啊 我们护士叫当班的那些护士就一起 从那这个当时那个都还有余震的 就跑进来我们就把那个纱布啊消毒的那些物品啊 一趟一趟的往外面搬 急诊科的医护人员不顾余震的威胁 一趟又一趟的跑回急救室 抢出了急救器材和急救药品 很快大楼外的操场和停车场上 铸成了忙乱的人态 与此同时医院立体组织人员 迅速展开各种野外医疗方舱 一个室外临时医院 一条新的生命通道假设了起来 可是随着地震伤员陆陆续续被送到医院 人数越来越多 医生和护士们明显感到了压力 医院立即做出了调整 抽调了大量的护士 导急诊科协助救护工作 以及对伤员进行快速的登记和处理 护士们用平车和轮椅推 用胆架抬 到了最后 胆架都不能满足需要时 两三名护士就直接用手将病人 抬到各个诊室 卡车 封胶车 自驾车 将一批又一批的伤员送到医院 这时所有的医护人员 已经连续奋战了七八个小时 没有吃任何东西 也根本顾不上休息 医护人员有的跪在地上询问伤情 书写病例 有的趴着扎针传刺 缝合包扎 书页架子不够了 就拉上铁丝网代替 看到护士们即将严重透支的体力 护士长徐朝霞 做出了轮流休息的决定 都不愿意去休息 反正就觉得这个应该是就觉得自己还行 当时让我也特感动 因为下雨了嘛 衣服裤子下面湿了 去跟医生换的时候 我觉得那场景真的是 课里面的那些护士都没走 他们就在那个值班时代打了个地铺 就在地震后的第三天 医院的急症科里 抬见了一个小姑娘 她就是黄梅花 当地震爆发时 黄梅花被倒塌的房屋完全掩埋在地下 一块巨石正好压住了她的双腿 两天后救援队把黄梅花从废墟中救了出来 一架直升机 迅速将她送到了成都军区总医院 已经分不清楚 就是是肉是皮还是筋的这种情况 她可能也是疼得很厉害 几天的时间里 急诊科的护士们 已经陆陆续续接收了许多骨毒的病人 但像黄梅花年龄这么小 伤势又这么重的还是第一例 为了防止进一步的感染和败血症的发生 护士们首先给她进行了轻疮处理 这是森林盐水的出息 然后是消毒水 大家都知道消毒水 就是说一根小的伤口都非常的疼 更何况是这种已经大面积血肉模糊的伤口 但是这种情况还是没办法 还是必须得做 因为这是必须医务工作者需要做的 这时候护士们发现 黄梅花双腿的皮肤都已经变成了黑色 如果不能及时救治 这些坏色的组织一旦病变 就可能会危及她的生命 当时就说家属哭得特别厉害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心也是一样的 因为人心都是肉掌的 就说这种感情的这种获善性 我觉得会牵动到每个人 也会跟着流泪的 急诊科的护士立刻把这一情况 对报给了护士长 医护人员迅速将黄梅花 转移到了不远处 搭击的野战医疗房仓里 医生在对黄梅花进行全面检查和诊断后 发现她的双腿因为被倒塌的房屋 挤压时间过久 已经造成血液流通不差 肌肉组织已经大面积的坏死 唯一的方法就是进行双腿截肢手术 2008年5月15号这一天 黄梅花从此失去了她的双腿 当时我们是亲眼看着 她的双腿被锯下来的 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难受 想到那么小的小女孩 今后怎么办 眼看着黄梅花失去了双腿 医护人员都在为这个小姑娘担忧 因为肢体的创伤也许可以治愈 但内心的痛处又该如何抚平呢 正当护士们纷纷赶伤黄梅花的不幸遭遇时 又一批伤员送到了医院 这么多伤员在急诊科以前没有遇到过 确确实实像这么大批量的 这么多这么重的那些病人 而且情况不明的情况下 对我们急诊科的护士来说 应该是也是个挑战 呼啸往来的救护车 让医护人员忘记了事件 黑压压的伤员让他们意识到了战斗才刚刚开始 在这次救援中 成都军区总医院一共收治了9472名伤员 每一名伤员都被记录分类纵诊 徐朝霞护士长和全院的护士们 不分注意的照料的受伤的病人 他们顾不上同样身在灾区的家人的安慰 顾不上询问自己孩子是否安全 他们只有在心中默默祈祷着 亲人能够平安 虽然艰辛忙碌 但医护人员们依旧挂念着 那个叫黄梅花的小女孩 一有时间呢 就会到骨科病房探望她 看着小梅花的病情一天天好转 医护人员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 看似平静的小梅花 内心深处却隐藏着巨大的伤痛 对于一个刚满11岁的小女孩 面临双腿截肢的残酷事实 她的内心一片迷茫 失去双腿的小梅花 自从来到医院后 就一直拒绝跟任何人说话 她跟医护人员唯一的交流方式 就是点头和摇头 看到这种情况 医护人员立刻意识到 大地震不仅让眼前这个妙龄女孩 失去了双腿 更给她留下了巨大的心理创伤 黄梅花到了我们看众中心以后 她是从这个床推走进来的 这个小孩严谨11岁 我们感觉我们看到了以后 每一个人应该看到她 都觉得这个小孩非常的可怜 我们当时跟她查听 她就什么工作都不能做 什么都不能做 让她手抬起来 她也不动 两个眼睛就盯着这个天花板 什么话也不说 问她 她也不回答 身体好治 心病难移 该如何让小梅花 尽早走出心理上的阴影呢 张安仁主任在一次查房时 了解到小梅花特别喜欢读书 就自己掏钱 给小梅花买了一套小学五年级的课本 但是说给她取了以后 然后她这个表演出现这种非常高音的情况 我觉得私有在这种 他这个好像是两三岁的小孩 三岁的很小的小孩 能不能够看得出来 跟她结局了好像结局了一个很大的很低 从那天起 小梅花就亲戚的称张主任为张叔叔 而张主任每天都会去小梅花的病房 对她进行心理辅导 给她讲励志的小故事 并告诉她 现代科技一定能让她重新站起来的 慢慢的 小梅花又恢复了往日的活泼外向 并开始积极的配合治疗 她说我 经过一定要好好地去 然后她还想上学 从那一次以后 我就感觉到 这位小孩 完全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一个是表演有几个方面 一个是非常爱说话 性格很开朗 然后各种治疗的活动 配合也非常好 扛错训练并不像小梅花想象的那么容易 首先要进行的是平衡训练和肌肉力量训练 因为小梅花双大腿截肢 残端很短 支撑面也很小 一坐下就往后倒 所以治疗师只能用背靠背的方式抵住她 一坐就是半个小时 为了训练她扇子和腰背激励方便的话 做了这个仰卧起坐 这个飞烟式的训练 一个沙袋 这个激励的一个主动锻炼 在治疗师的帮助下 小梅花咬紧牙关 小梅花咬紧牙关 一分钟一分钟地坚持着 起初小梅花还觉得很有挑战性也很好玩 可是时间久了 每天都重复同样枯燥的训练 小梅花的情绪又开始波动起来 心里有点伤心 烦倒是有 但是没有太多 小梅花烦躁不安的情绪 全都写在了脸上 而这些也被张主任看在眼里 也疼在心上 张主任为了调动小梅花训练的积极性 特地调整了训练方案 在张叔叔的帮助和鼓励下 董事的小梅花自己也暗暗下定决心 为了重新站起来 多坚持一分钟 就多一份成功 你刚安排的 比如说你这样做那个 养我起座 你刚安排十个 他可能愿意跟你做十五个 甚至做二十个 就成倍的愿意讲 但我们也要控制他的量 与此同时 绞行织具式的医师们 又为小梅花定做了 符合他身体规格的甲织 第一次戴上甲织的小梅花 兴奋不已 他急切地想要站起来走路 结果却以失败而告终 从一开始 是就连这个 站立都非常的困难 这个训练的平衡功能也很困难 原来佩戴甲织的过程 就如同婴儿 盘山学步一样 先要站立找到平衡 然后学会借助助行器慢慢挪动 之后才能迈步行走 再加上甲织重达二十多斤 穿在瘦肉的小梅花身上 别说行走 光是穿上它都是一个巨大的负担 但是在治疗师的细心教导下 小梅花终于在一周后顺利地迈出了第一步 所有人都为之高兴 就这样一米两米五米 点点滴滴的就像一个主妇 小心点 别走摔了 然后就是 然后又或者严厉地说 你快锻炼了 一定要锻炼快点 然后就是那个一句句话 就感觉到它就是对你特别好特别好 小梅花为了不辜负那些 给它莫大鼓励和帮助的医护人员 每天都很努力地训练 同时也希望自己能做出些成绩 我最开始念甲织的时候 平地还走不稳 结果我想去走楼梯 然后我从七楼往一楼走 太自豪了 想去走三楼两脚 而且那个在二楼或者 好像是二楼或者三楼的时候吧 我们就去那个天阳台上去走 我们去看 然后在那儿动了半天 在那儿看下面 所以感觉特有自豪感 时间一晃一年过去了 小梅花也结束了在康复中心的治疗 此时的她 已经可以不借助任何辅助工具 像正常人一样行走了 现在的小梅花不但学习成绩在班上数一数二 同时还在业余时间学习乐器演奏 她很感谢在康复中心时 医护人员对她的细心照料 使他们给了她重生的希望 让她重新燃起了对未来生活的憧憬 人生现在才过了十四年 还有那么长的时间 然后现在只是一个小小的起点而已 但是起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俗话说不要输在起跑线上 对吧 这是小梅花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演奏小提琴 虽然初学不久 琴声还略显青涩 她却用这种独特的方式 演绎出了心中的感激之情 和对生活的希望 伴着琴声 所有人的脸上 扬起了欣慰的笑容 而这一刻 将永远定格在他们的心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YouTube Inclusive的焦���ster》 包吮 谢谢大家 慢慢人生路 小梅花注定要比常人走得更加艰辛 但是勇敢坚强的她 一定会像这琴声一样坦然 一样坚定 她会活出精彩的人生 不会辜负那些关心和帮助过她的人们 我们忠心的祝愿小梅花健康快乐的成长 也把最真诚的祝福送给在灾难中幸存的人们 眼泪可以重流 悲伤可以再数 但游往直前的脚步将永不停歇 好 可平年代栏目与观众共聚周末故事会 男女主持人联手讲述 军营新世纪 重建家庭